我最高纪录是七个晚上没睡 最有趣的是有一场戏 躺在棺材里面 我真的睡着了 我觉得原来棺材是这么好睡的 Shanel大家好 我是Janel胡御师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You are what you eat 所以如果要维持健康 就一定要吃得健康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向云姐 来和我们分享她的健康食谱 大家好 今天我来这里打算介绍给大家 我是潮州人的传统食品 直一潮州果条汤 一般上果条汤都有放鱼园 那今天我们来升级健康版的 用这个肉碎来取代这个鱼园 那向云姐 你每天都会吃这种健康食物吗 你就不会想要吃很像巧克力蛋糕 冰淇淋 泡泡茶 我们很爱吃甜的 其实在我有一个年头 我特别爱吃芝士蛋糕 然后每一天都要找一些甜的来吃 我就在那一年胖了七八公斤 一年 我的衣服都不可以穿 所以后来我就所有的更年期 综合症就出现了 然后就在疫情期间 我就开始觉得我应该减肥了 我没有想到我在瘦下来之后 我所有的许多问题都好了 我觉得那是一个恶性循环 怎么说恶性循环 因为当你在肥胖的时候 你的身体上有许多器官 都不能够正常地运作 真的 所以饮食就是最大的关键 是 所以你花了很长时间吗 其实我瘦得很快 我三个月就瘦了十公斤 我所有的加工食品都不吃了 现在这个冬菜已经泡很久了 所以可以拿出来了 因为我要把它夺碎 然后加在我的肉碎里面 等一下 向云姐 我们在开始正式做菜之前 我们应该戴我们的衣服 那向云姐 你说你有一段时间比较不健康 那现在健康了 一到五 你会给自己打几分 三点五到四吧 但你现在都已经变得比较健康了 我现在是老人 好 因为最主要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工作其实很耗身体的 我最高纪录是七个晚上没睡 就是白天晚上 白天晚上 七天 更有趣的是有一场戏 躺在棺材里面 我真的睡着了 我觉得原来棺材是这么好睡的 真的 我会加一点点酱青 调一调味 我觉得我们不是说完全不用 我们少量用 是 当时你瘦下来的时候 你有觉得身体会有一点不适吗 因为毕竟你突然间剪得比较轻 对 真的是 我开始瘦下来的时候很开心 所有的旧衣服都穿到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我的肌肉流逝了 我常常扭到腰 我只要转身拿个水瓶 我就扭到腰 后来我发现原来在我急速的瘦下的过程中 我的肌肉流失了 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又做我的瑜伽 一些软体操 然后就觉得 运动不可缺 你知道我们有这个健康餐盘的指南 所以我们每次吃的时候 一个餐盘里面 我们要有四分之一的糙米 或者是在这里的话 就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玄骨果条 对 菜就是要多一点 对 要半份 然后我们的肉类呢 你就可以用四分之一就好了 对 这一锅汤 我没有加盐 通常我也会趁着汁才不知道 我会加一点点盐 一天一个人摄取是一茶匙 这一锅是给大家吃的 所以这个盐是很少的 真的有果条汤的感觉 有吗 它其实跟外面的果条汤差不多 只是它会比较清淡一点 那向云姐 你现在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 你会不会比较少生病 其实除了改变这个生活习惯 是因为这三年我们一直戴口罩 所以真的很少生病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还是会定期去做身体检查 因为我觉得预防肾婴治疗是很重要的 那向云姐 你有你自己的家庭医生吗 有 我有一个固定的家庭医生 以前我住到哪儿 我就去哪里看 我发现很多时候 要花很多时间跟他解释我的病例 那后来我坐在东部之后 我们全家人都去这位固定的家庭医生之后 我就觉得很方便 因为我一走进去 我跟他讲 我最近肠胃不好 他就会知道你前阵子怎样 他会懂得怎样跟进 真的很方便 向云姐 你平时是怎么跟你的家庭医生做预约的 其实我跟我的家庭医生还蛮容易 因为我只要一跑下去我就可以去看 但是反而是我前阵子去政府医院 做这个身体检查 那么护士就帮我订了明年的预约 他跟我讲说 你只要下载这个健康医生 你就可以看到你明年的预约 是的 向云姐 而且你可以在2023年的下半年 当健康HG计划推出之后 你就可以从Helph Hub的应用程式里面 选出你喜欢的固定家庭医生 然后从那里做预约 那很方便吧 是 我们健康HG计划也会推出一系列的健康活动 让大家都可以参与 那向云姐 你有没有使用这个 Healthy 365的应用程式 这个我倒没有 那个Healthy 365的应用程式里面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健康活动 让我们参与 然后累积分数 然后赚取奖励 那我们下载这个Healthy 365 就会鼓励我们更加地活跃一些 对 多运动 那我要马上下载 那谢谢向云姐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 想要达到更健康的自己 就要从管理自己的健康开始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漏看 再见 向云姐走 我们要动出去 来 跳个舞